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奥古斯丁相互成全 别的不说 中世纪前期的五百年里 文化湮灭 典籍流失 西方人连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都不认识了 奥古斯丁呢 他的著作几乎被一字不落地保存了下来 因为他们的定本啊 被完整地保存在梵蒂冈的教皇图书馆里 教会看来是真心实意地尊奥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的神学有没有投桃报李呢 当然是有的 就是我上次跟你提过的教会方舟论 教会就是诺亚方舟 正好这一讲的主角是教会 所以我就把方舟论挪到这跟你讲 事情是这样的 在奥古斯丁之前出现了一批基督教徒 叫多纳图派 这个教派主要在北非活动 他们认为教会是纯洁的 而世界是邪恶的 在军事坦经宽容基督教 迪奥多西认定基督教是帝国国教以后 问题更严重 多纳图派拒不承认罗马大公教会的权威 因为大公教会已经和肮脏的世界 也就是世俗政权合作了 多纳图派居然认为 罗马教皇管辖的大公教会 是海外敌对势力 因为他们之间隔着地中海 海外敌对势力 这可是他们的原话 这个词看来发明的比你想象的早多了 多纳图派就挑起了一个重要的争论 什么是真正的教会 我们可以把多纳图派看作纯洁派 这个时候你自然就会想 纯洁不好吗 从政治上来讲 一味追求纯洁真不好 为什么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 水至清则无鱼 人至茶则无图 我来跟你讲讲其中的道理 一个组织 即便是宗教组织 如果要追求自己的事业 就不能搞这种纯而又纯的事情 这种套路只会毁掉组织 毁掉事业 逻辑很简单 纯洁的标准越高 合格的人就越少 如果我们把提高纯洁的标准 当作组织原则来执行 组织的粉丝就会越来越少 最后的结果是谁都不合格 包括从前判定别人不合格的那些人 迟早也会被无限上纲上线的标准所淘汰 于是你就会发现 追求纯洁如果成为一个组织的行动逻辑 它就相当于是在自杀 对于奥古斯丁来说 多纳图派是不是在自杀 不要紧但是他们的神学和礼仪引起的将会是教会的无限分裂 因为任何一个派别都可以声称自己是纯洁的 其他教派都是海外敌对势力 教会的内部就完全失去了统一性 所以奥古斯丁必须对纯洁派的说法在神学上给出驳斥的理由 而且对什么是真正的教会做出理由非常充分的回答 这儿 我只跟你简单的讲 奥古斯丁是如何高明的破解了纯洁派设置的难题 纯洁派他们说 只有他们的神父才能为皈依的人洗礼 也就是批准别人进入教会 因为其他教派的神父都被玷污了 没有这个资格 而奥古斯丁的驳斥是 洗礼的力量来自圣灵而不是神父 所以区分什么样的神父是没有意义的 何况你纯洁派的神父也不干净吗 对中世纪更有意义的理论是奥古斯丁对教会的定位 我简单概括成四点 第一 教会是人得救之必须 也就是说 基督徒必须进入教会 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 独自修炼是不行的 第二 教会确实要与世俗国家分开 保持自己的纯洁 它的目标是精神生活 比世俗国家更崇高 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我在上一讲跟你讲过的奥古斯丁的双成论 第三 世俗国家是神学里的俗人之诚 理想的教会呢 是上帝之诚 是理想的教会 而不是现存的教会 现存的教会里边 当然也有坏人 不过呢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筛查坏人 只有上帝才有 所以啊 实现教会的纯洁 达到理想状态 是上帝在默认审判的时候干的事情 人在此之前 没有资格 也没有能力去干 最后 现存教会的正统啊 在罗马大公教会手中 所有的教会 都必须服从他的权威 尽管他也不是纯洁的 但是呢 他是耶稣亲自授权彼得建立的 是最靠谱的 基督教的事业啊 只能统一在他的麾下 你看 奥古斯丁实际上吸收了很多纯洁派的主张 他当然也会追求教会的纯洁 但是 他不是蛮干硬干 而是充分顾及到现实的困难和需要 用稳妥的办法来追求理想 理想才不会落空 这下子呢 最高兴的 肯定是罗马大公教会啊 他的地位得到了神学的证明 而且证明过程啊 有力的克服了一切分裂势力的神学理由 所以你知道 教会为什么会尊奉奥古斯丁了吧 我在前面跟你提过 西方挺过了中世纪艰难的前五百年 主要是靠教会 一个组织要把社会团结起来 手里却没有兵 那怎么可能呢 回想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 每次天下大乱 最后都是由一股强大的武力来实现统一 统一过后 无论讲皇王 讲孔梦 讲佛系都有 但是没有武力的统一 讲什么都没有人听 到这儿呢 我就可以跟你说说 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了 教会如何在手里没有兵的情况下 维系了西方文明 有史学家讲 这是对西方灵魂的艰苦改道 教会呢 主要采用的办法有三个 第一个是传教 让日耳曼人信基督教啊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传教士们的工作啊 可谓艰苦作绝 几个 有时候只有一个传教士 深入到充满敌意的蛮族部落当中 那真是羊入虎口啊 很明显 被老虎吃了的羊不计其数 但最后啊 令人惊叹的结果出现了 羊驯化了老虎 热尔曼人 一个一个部落的 皈依了基督教 基督教改造热尔曼人的第二个办法 是法律 热尔曼人相信法律是神圣的 法律对他们来说啊 不是外部世界强加的规矩 法律本身就像水和空气一样自然 就像水和空气一样 是生活的必须 那法律和教会有什么关系呢 那太有关系了 因为教士们 尤其是主教们 就是司法裁判者 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跟你讲过 热尔曼人不识字啊 当他们在拼杀 在征战的时候 即便没有文字呢 他们能沿用自己古老的规矩 可是当他们定居下来了 建立自己的王国了 部落的民众和被征服地区的民众 混合在一起生活了 没有成文的老习惯就不好使了 在这个时候 这个社会当中 唯一识文段子的人群 也就是教士 就成了法官 基督教会啊 就像这样手术带透一样 轻松进入了 热尔曼普通老百姓的政治生活 民众呢 需要教士来当法官 国王们 也需要秘书啊 谋士啊 管理人才啊 尤其皈依基督教之后 还需要主教们 为他的政权提供合法性的支撑 你看 在高级政治当中 只要文化是必须的 强悍的热尔曼人 迟早会服软 这是热尔曼人的政治啊 迅速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入口 基督教会改造热尔曼人 第三个办法 是生活 原来的热尔曼人啊 过着都是由牧征战的生活 现在他们成新主人了 逐渐定居下来了 新生活怎么过 不知道 那教师们就来教你 一整套的基督教的礼仪 重塑了热尔曼人的生活 从出生的洗礼 到死亡的葬礼 应有尽有 而且呢 基督教礼仪的背后 有一整套道德标准 告诉你 做人应该是这样的 不是原来那样的 人呢 就在油盐产米的日常生活当中 被改变了 而且啊 教会遵循一贯的传统 辅助弱势群体 穷人 奴隶 妇女 儿童 残疾人 等等 从政治上讲 教会成功的把社会底层啊 全部都变成了自己忠实的粉丝 这也是热尔曼人啊 大规模大踏步 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的入口 回头再看看奥古斯丁 如果不是他 打造出了体系化的神学 在知识上 逻辑上足够强大 传教士们 拿什么去劝服热尔曼人 规矣 拿什么去当法官 当秘书 当谋士 拿什么去引导 普通热尔曼人的日常生活 要知道 书到用时方很少 只有书写的够好 够深够大 在深入虎穴的危急时刻 在暗无天日的艰难时期 才能够成为鼓舞信念 启发思路的无穷宝藏 何况 奥古斯丁还为基督教 打造了一个拥有正统地位和权威的 统一教会组织 就这样 热尔曼人在信仰 法律 生活 各个层面 都成了教会的学生 基督教能够主导中世纪 也就不足为奇了 没过太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